屋子全面燃燒 除了烈焰和濃煙 还夹杂巨大爆炸 声响相当吓人 当时邻居惊慌跑出来 一直问有没有报案 更担心里面还有人 消防车赶来布水线抢救 火警地点在屏东县 离港乡三合路一间民宅 13号晚上11点多 突然冒出火蛇 屋内疑似有堆放爆竹 不时传出蹦蹦蹦声响 或是在40分钟内扑灭 进屋查看 二楼房间有一名72岁男性 明显死亡 有邻居表示 之前曾经听到有争吵声 死者女儿赶回家表示 房子是爸爸跟哥哥嫂嫂一起居住 火灾当时只有行动不便的爸爸在家 而监视器画面显示 火警发生前10点多 媳妇先骑车出去 接着儿子也走出家门 11点左右发生火灾 而详细起火原因正有火吊科 见识人员进一步调查 华世新闻周梦翰屏东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